Hi 大家好 我剛剛放了學 其實放了一會 我就回家了 但因為我今天回學之前 又收到一個包裹 既然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拍我買了什麼 分享給大家的影片 今天這個影片 我主要會分享鞋為主的東西 因為最近我也買了不少鞋 而且它們都是秋冬 完全是秋冬款的鞋 所以我就在想 不如只拍了這些鞋 和其他少許的東西 先進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以給大家一些 或是一些概念 如果你想買鞋 這個秋冬天的話 我就覺得以下的幾款 是一個很好的 推薦 如果大家想去追蹤 總之是一個很好的 我推薦大家如果想買鞋 就買這類型的鞋 所以 我今天很差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快點 看看我買了什麼 首先在說了很多的鞋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現在是搬出來 住的 即是 我現在不是住在UNI的宿舍 我是自己出來住的 那裡很亂 不要理他 有些衣服一匹醬 但是 自己出來住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你都要有很多生活用品 你一定要繼續買 特別是 洗衣服這方面 那我是 因為 對那些洗衣液 我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奇怪的 癖好 我對那些洗衣液的要求 不知道為什麼 很高 不知道 對清潔用品 我是 很奇怪的 所以 有一個品牌的洗衣液 超級喜歡用的 我相信 其實我在幾個月之前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條影片都很久以前 那它就是這個 The Laundress的洗衣液 那 The Laundress 其實它就是一個 我沒有讀錯 Laundress Yes 我們想應該是這樣讀 那其實The Laundress 它就是一個New York的牌子 那它下面 就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洗衣液 那就是 它是 洗衣服 有些深色衣服 淺色衣服 不同質地的衣服 那其實那些東西 都應該要用不同 不同類型的洗衣液去洗它 才可以的 不然那些東西 就會 就不會 不好 如果你用普通的洗衣液去洗羊毛 那羊毛就會縮水 那如果你是用普通的洗衣液去洗 一些絲質的東西 那絲質就會粗 那就是 如此類推 所以它就是有 有很多 就是 給不同類型的衣服 一個洗衣液的 洗衣劑 是不是這樣 的一個 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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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我很喜歡它牌子的東西 其實我之前已經買過它的 磚洗運動用品 還有一個磚洗 內衣褲 睡衣 那類型的東西 那兩支我都很喜歡用 所以我就想 再買其他的其他的 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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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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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次呢 就買了一支 是專洗牛仔用品的 一個 清潔劑 那因為最近我都買了很多 牛仔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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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類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 是時候要買一支 專洗牛仔的東西 因為 牛仔布 其實如果大家對牛仔有一點 familiar 應該都知道 牛仔褲 牛仔褲 那些是不常常洗的 因為 每次洗完之後 你可能都會覺得很硬 那有一半的原因 都是因為你用錯洗衣劑 所以就會導致這樣 那些不說 我覺得我自己很沉氣 那所以我就買了一支 是特意給我洗牛仔用品的一支 那另外呢 我還買了一支 它們最基本的洗衣液 那其實這支是大過這支 因為這支是給你特別用的 所以就沒有那麼大支 那這支是給你平時經常用的 那這支呢 那這支呢 就是給洗一些 深色衣服的 那它其實另外還有一支 是洗淺色衣服的 那但是因為我買的時候 它就剛剛買完 那我就買不到了 那可能我遲些都會買那支 洗淺色衣服的 因為我是很喜歡 將深色衣服和淺色衣服分開來洗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從小到大媽媽都是這樣教我 深色衣服和淺色衣服 就是要分開洗 如果不是那些深色衣服就會越洗越白 那些紫色衣服就會洗到黃色 那所以 那所以 那所以我就買了一支是專門洗深色衣服的 因為這樣 它說呢 可以防止那些深色衣服洗到灰色 那其實有時候那些深色衣服 那黑色衣服 它洗得多了 它就不會灰灰的 那其實這個也是因為你的洗衣液的關係 那所以我就買多了這個了 為什麼我講那個洗衣也可以講那麼久 OK 那之後呢 我就買了少少化妝品 那因為 我每次買東西呢 我還是要買少少 就是不會很多 無論是少少化妝品我才安心 那這次呢 我就買了 Elsie 應該是這樣說的 Elsie的Pearl Radiant Primer 還有Elsie的Foundation 還有Elsie的Face Oil 那它們其實全部都是同一個牌子 那我會買它 其實最初我就是想買 它那個 Elsie的Pearl Radiant Primer 那因為這個呢 我也有聽過 不少Youtuber說過它 Jaclyn Hill 還有其他 我不記得了 我不懂得唸的名字 也有說過它 還有就說很喜歡它 特別是 Jaclyn Hill說 她用了這個之後呢 她喜歡這個 她甚至喜歡這個 多個BECCA那個 那所以我就很想買這個來試 那 我就買了這個 那我今次買的色 那因為其實Elsie的Foundation 我之前也有聽過 那它一直要另外買它 那我又不想買一支 那我覺得好像 好像很浪費 那那個運費 那所以我就沒有買 那因為今次這樣買 那我就買了這個 那它那個Foundation 其實我之前也有聽過 那所以我就買了買來試 那我今次買的色 就是Porsaline 那我已經試過用它一次 那so far 的Color Matching 跟我現在是OK的 那到最後呢 那我還買了一支 這個Glow Enhancer的Face Dry Oil 那其實 那其實 它就是那個Face Oil 那如果大家 覺得你的Foundation有時候很乾 或者你Apply的時候 它會卡住了一些Dryness 那其實最好呢 就是加少少少Face Oil 下去你的Foundation 那這樣呢 它不單是可以令到你的粉底 塗完出來 是比較有光澤感 那另外呢 它還可以幫你去 令到你的粉底更加保濕 那就不怕說你的粉底很粉 這樣乾在臉上 那但這支呢 那這支呢 就不是普通的一支Face Oil 那普通 其實如果你是 不想說要有閃粉 因為其實它這支是 除了是有Oil的那個 令到它保濕一點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些閃粉的 那你用之前你就搓勻它 然後你就滴一兩滴 在你的粉底上 可以在你的粉底上 可以在你的粉底上 當作是一個Primer 或者是一個Moisturizer 或者你可以把它拌在你的粉底上 那它這個呢 都claim to 可以給你一個 Glowy finish 給你的臉 甚至你可以在Apply Highlight之前 就放一滴在你的cheak bones 然後再Apply Highlight 然後你的highlight就會閃死人 就是這樣用 那如果平時你是不想有閃粉 在裡面你想 它多一點用途 但是你又不想那麼高調 就是你的人比較內斂 你又不想它閃閃閃 那其實你可以用回普通Face Oil 就是最classic的Face Oil 就混合你的Foundation 其實這些Face Oil用途也很多 那我就這裡不再說 我這支是Bobbi Brown 但是我知道 很多萬千個牌子都有做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 Depend on你自己的用途 去看看要買哪支 因為我覺得這些Face Oil 對於換季轉季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Foundation 可能你是夏天用的 但是 對於冬天來說 可能是太乾的 但是你又未去轉移 用到冬天的Foundation的時候 我覺得 加一點點油 你那個Foundation 絕對是可以延長 你那個Foundation 用的時間 OK 那說完一堆 淋淋淋淋淋淋 不關事的東西之後 那我就再說兩樣 不關鞋事的東西 因為今早 我就收到我的Package 那裡面呢 就有兩副Sunglasses 那是 我又買了太陽眼鏡 我不知道 我很喜歡太陽眼鏡 超喜歡太陽眼鏡 我是一個Sunglasses Junkie 但是奈何呢 其實現在的太陽眼鏡 不知道為什麼 都很貴 那所以呢 我就不可以經常都買 但是 如果你有Follow-up Key的Sunglasses 或者你有Follow-up Daisy的話 那它之前就跟Key 去Collab出了 它的High-Key Sunglasses 但是因為那次出之後 它Restock 都很快買光 都買不到 所以我就一直都買不到 但是因為早前 它就再Restock了一次 連同它最新出的一隻色 那我就終於 be able to 買到我的 那副High-Key的Sunglasses 那 那我今次呢 就只買了 它黑色的那個褲 那因為 我不知道它那個 size fit我會怎樣 那所以 我就 免得一次買了另外兩隻色 那但我現在開始後悔了 我應該買了那兩隻色 那我 它那副呢 就是這樣的了 那就是超級大的 那它是比普通的鏡片那個位是大的 那而且呢 它就是 比較 算是平的 那它的鏡片就是 flat 這樣平了 這樣 那所以我超喜歡啦 YES 很漂亮 很漂亮 超漂亮 是超漂亮 那這副呢 其實它現在好像是還可以買的 那所以如果你想找一副 又沒有說很貴啦 也算是挺 affordable 但是又有 漂亮的 的話 那我原來超推薦這副 那因為它總共呢 除了黑色之外 它還有一副是Rose Gold 還有一副是藍色的 藍色的呢 它是鏡片藍色的 但框是銀色的 那所以 我完全推薦大家去看看 那我記得好像這副是 五六十塊美金而已 差不多這樣的錢 所以其實都沒有說很貴啦 那另外一副呢 所以我最近很喜歡平 平鏡片的一個太陽眼鏡 就是不是彎的 就是完全是平了的那些鏡片 那所以呢 我另外這副呢 也是平的 那因為我沒有平的 所以我就買多了一副平的 那這個呢 它就是 Lesp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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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我不會把那些 brand name 如果我pronounce錯了 就對不起 這一副呢 它就是都是這樣的 其實差不多一樣啦 但這個尺寸呢 它就是正常的 那些尺寸 那些尺寸 那但是 它這個框呢 就是比較 well made的 即是漂亮一點點 那還有 戴下的時候 應該是會舒服一點的 那當然這副也比較貴一點 那我沒有記錯 這副呢 就好像是89 美金左右 差不多這樣 那 而它的那個框呢 它就是深啡 深啡黑色的 但是它就是眼面的 那還有它的鏡片呢 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藍指光 反出來 那然後 也是很漂亮的 我最近真的很喜歡這些 平的 太陽眼鏡 那所以我這個 是買回來很成功的 plus它那個 太陽眼鏡袋 也是很漂亮的 就是那個袋也是這樣的 然後你就 這裡 pop open 然後你就可以 把你的眼鏡放進去 然後你就 yes you're good to go 那全部這個 Key Australia的太陽眼鏡 它都是會跟著一個 袋子的 那特別這個袋子 我是 我有一本是為了一個袋子買的 那因為它classic的那些袋子 是白色的 這裡白色的 那但是它這個 跟Daisy collab的 那些都是金色的 寫著 Key Australia XDaisy Perkin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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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beauty 那是時候呢 就來到我們的鞋子了 那我這次呢 一共就有 1 2 3 4 那就有五雙鞋 想跟大家share的 那算我未到的那兩雙 那其實我今個秋呢 是TOTAL買了七雙鞋 是Ready for我過冬天的 我知道我有點瘋了 那但是上年呢 是沒有 我好像是跟 我記得呢 我上年這個時候呢 是沒有買鞋子 typically是沒有買BOOTS 所以我現在是買BOOTS 那些短褲呢 我不知道 我一直都想買那些 但是一直都買不到 所以稍微炒到現在買了很多 即是可以穿到明年 每個女人買鞋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千萬萬 excuse 給自己 我是其中一個 首先我跟大家share了一些 不是boots的 不是短蝦類 我的靚靚相機剛剛沒有電 剛剛講到哪裡 我首先講了兩雙 不是boots 不是蝦類的 是比較slice on的鞋 如果大家最近 有留意這個fashion trend 應該不會對它們陌生 因為最近都很流行mutes 穿進去的鞋 好像拖鞋 但它不是一雙拖鞋 是穿上街的 雖然有很多人都沒有這個trend 覺得它不是很多人喜歡 但也有很多人喜歡 我明顯是按一個喜歡的方向 所以我就買了兩雙 第一雙 第一雙 我覺得我很厲害 我買了這雙 我本來是買一雙離譜 但那雙真的太貴了 我不是很想splurge on 但它真的很漂亮 但它真的太貴了 如果大家有follow up 開fashion的這個 這個圈圈的話 其實也有看過 Candle Jenner 它就穿了那雙 有對kuchi的slice 即是有對kuchi的mutes 它就有毛毛在旁邊 我就insert一張picture 在這裡 那雙是超級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我好想買那雙 但那雙要好像1100多美金 那好吧 我就拿著買到沒有毛毛的 即是它這樣一樣 但沒有毛毛的 即是這樣的 但那雙也要900多美金 還是800多美金 但是也是很貴 而且mutes 我假設是隨便穿 即是外出的時候 是可以 懶在那些 I woke up like this 那些 那些casual 不過很漂亮的 那些style的時候穿 但如果要我穿了800多美金 出去隨便穿 我就會直接看 不好意思 我不行了 我會很心痛 如果它有什麼 三長兩短的話 所以我最後就放棄了 但那雙真的很漂亮 那好吧 說回我買了 所以我就不斷找些 跟它是差不多樣的 一個 類似這類型的鞋 那最後我就 終於買了這雙 那這雙呢 就是一個 Velvet面的 它呢 就是Steve by Steve Madden 其實Steve Madden 它另外還有一條line 就叫Steve by Steve Madden 那條line的價格 就有偏貴少少 就是比Steve Madden貴少少 但相對地 它的款式是比較漂亮的 那我會把我穿上去的 那個clips給大家看的 那我這雙呢 就是這樣的 那它也是就這樣 塞進去 就這樣穿上去 那這雙呢 就是 絨面的 就是Velvet面的 那它就是補藍色的 那我本身呢 就是常買黑色的 那但是 黑色賣光了 我真的買過 神經病 你知道我不買這雙嗎 我等了去restock 不知道出到第三次 我才買到 它是 超級快賣光了 另外還有幾個牌子 對 我看中差不多價位的 很多這類型的 但是都超級快賣光了 那我其實知道Jeffrey Campbells也有推出 但是有秒久賣光了 我在這雙 抱著它 我才買到 我買的時候 它只有一雙 我買不到黑色的 但是最後收藍色回來了 那我也滿意 那因為它這個藍呢 它是真的 立下眼其實都很像黑色的 那所以 它是可以做到黑色的效果 但是 又又不是黑色這樣 明白嗎 所以這雙我是很喜歡它 那另外就是 因為它不算很貴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這樣出街 隨便穿的時候 我都不會太心痛 OK 那接著呢 就是另外一雙Mutes 又是 那這雙呢 就是Jeffrey Campbells的 那這雙也是 我是等了 看了很久的restock 我終於才買到 那這雙呢 就是一雙很classic的 那些 那些 湧的 湧面 皮面的Mutes 那我知道其實 有Tons的brand 有無限7000個牌子 都有推出這類型的 鞋 那我這雙呢 就是 它這一塊 是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其實 Jeffrey Campbells 另外有一雙是 便宜20元的 好像 差一點點 還有呢 這裡呢 它就是這樣的 真的好像一雙拖鞋 那樣的 但是我又不想買那雙呢 因為我覺得 它好像很容易脫掉 但是這個呢 因為它這裡比較多 所以它是可以 包多一點的腳 相對地 就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那還有 因為它是一雙Mutes 所以又是很方便 就是好像 slip on就可以出街 而它這個 搶的高度呢 也都不怕 欸 我經常都有一些貓毛 在我背 而它這個搶的高度 也是剛剛好 對於我來說 它是很舒服 因為它是 這裏是一個震皮棉的關係 所以穿下去 它是極舒服 OK 接著呢 就來到我最興奮的部分 那就是 BOOTS 其實BOOTS 我覺得是一個 值得投資的一個 Category 因為你可以 save on一些 比較 斜 隨便的鞋 但是我覺得BOOTS 是一個值得 splurge on的 因為一雙豪的BOOTS 你不單是可以穿很久 而且你走的時候 它都會很舒服 而且它是很容易襯 很舒服 又可以耐著 所以我覺得一雙BOOTS 是很值得投資一雙漂亮的BOOTS 但是當然 我又不太推薦買一雙很貴的 因為 其實一雙很貴的BOOTS 你有時真的弄髒了 剛好下雨的時候 其實也挺心痛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秋冬 偶爾都會有點濕濕濕濕的 所以 其實 我建議買一雙中間 比如說中高一點的BOOTS 其實是值得投資的 因為 其實一雙好的BOOTS 我曾經試過一雙好的BOOTS 我可以穿到兩三年 所以 其實兩三年 如果你穿兩三年的冬天 即是 穿著穿兩三季 其實我覺得 你的價錢都會在這裏 而且你經常穿BOOTS的話 在冬天來說 我是 我會 不知道穿什麼 不知道怎麼配搭的時候 一雙BOOTS是沒有死的 OK 我這次 這裡有三雙BOOTS 它們都是同一個牌子 它們就是 Candle & Kylie的那個牌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發覺他們的鞋 是完美的 是我要找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 三對 都是他們的牌子 其實我沒有特別 要看他們的 只不過 今晚看中的 都是他們的牌子 所以就買了三對 首先 第一雙 這雙BOOTS 是今早 我收到的那一雙BOOTS 那就是一雙 一雙 炭灰色的BOOTS 那這雙BOOTS 它就是一個 好像是 這樣的 它就好像是 6cm 6.5cm 左右的一個搶 其實對我來說 就不算太高 如果你是不穿 乖高跟鞋 的話 可能就要買一些平底 但是我呢 其實我絕對 10cm以下 我也是OK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我沒有記錯它是6.5cm 還有它是尖頭的 尖頭的 尖頭對我來說 一定要 我冬天 秋冬的鞋 其實不關秋冬的事 只要我買鞋 就是買BOOTS 或者FLAT 我也是TENT TO 買尖頭的 因為尖頭 它是收腳一點的 出道來看 到網絡 是收腳一點的 所以我就 一雙尖頭的BOOTS 完全是 我選BOOTS 一定會留意 的位置 那這雙呢 它就是 前面這個位 它就是高一點的 那這雙是另外一個 令到它這雙鞋的鞋 是特別收腳的 OK 那這雙呢 就跟剛剛那雙 其實真的很像樣 但是 有分別的 它們是不同的 那這雙呢 就是一雙 黑色 最classic的BOOTS 那它就是 這樣的樣子 那 其實它跟剛剛那雙 上面也很像 但分別就在於 它這雙呢 跟這雙是一樣的 就是不是高著出來的 其實最初我本身是想買那一雙的黑色 就是那一雙的黑色 就是那一雙的黑色 但是 那雙是 買光了 快到一個點 因為 燈光了 那雙是9秒9買光了 所以我是完全 買不到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 只有11號 我買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所以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雙 那這雙回到來 其實我本意 我買了這雙 那因為 其實這個 你不會覺得 你自己穿著有 的鞋子 所以這雙是很好 這雙對我來說 算是一雙平底的BOOTS 所以 當我真的 想輕鬆一點的時候 其實穿這雙是完美的 而且 它是一雙最classic的 黑色BOOTS 沒有死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BOOTS 所以如果大家 原不知道 應該買一雙什麼 的BOOTS 我是建議買一雙最classic 什麼都沒有 有什麼花款 就是買了一雙黑色的線 那當你覺得 你是自己carry到 或者自己喜歡這個Style 那你就可以考慮買其他不同的顏色 那來到最後的一雙 這雙就算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其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follow 提開 最近 都是很流行一些 就是 它的筒 比較低筒的BOOTS 但它又不完全叫做BOOTS 因為 其實它的筒也有少少高度 但又沒有高到少退圖 少退圖打下 那樣 但是它的筒是很軟的質地 好像蜜 那樣 它對鞋是好像蜜 黏著了對鞋 那款的高跟鞋 那這個款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那 有些人都覺得它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 有個筒就對了 為什麼要這樣 但我Ansel是一個很喜歡這個Train的人 而且 驚訝 其實這款的鞋 也是蠻瘦的 那就是這一雙 那其實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條 GET READY WITH ME 影片 都有看過我穿它 那就是我裡面的那一雙 米色 啡色 NUDE色的HER 那一樣 那其實它的鞋頭也很像樣子 那就是尖頭的 那但是這一雙 它就是有10cm 還是11cm的 相對來說 這雙相對來說 它其實是比較高的 但是因為它其實鞋圈 其實都很舒服 所以我穿下去 我是不覺得自己穿了11cm那麼高的 但是也是因為它11cm 所以它顯得出來 真的 很收腳 那還有這個位置 它是剛剛好包住你那個腳上面的 那個前面的節 那所以是顯得出來 那時候是很舒服 而且它是不怕說 有些什麼頂著 扎著 那所以 這一款的鞋 其實我也是很推薦大家買一雙類似 如果你是不想買NUDE色的話 可以買黑色 我本來也想買黑色的 但是最後我就買了NUDE色 那這款呢 其實它也有一雙是黑色的 那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它的款 都可以去看看 OK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那這些就是我最近買了的東西 那其實我一直都說了這幾條影片 也有說到 我就是在計劃拍這個outfit video 但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拍的時候 我每次打算拍的時候 永遠都拍得不滿意 所以到現在我都還沒出到 但其實我都在剪我的vlog 那所以 希望這幾天我可以 post我的vlog上來 那但是今天這個video呢 大家就會先看 那因為其實這些video 我會很快就剪圖 所以它就可以很快去post給大家 那對啦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Enjoy今天這樣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喜歡今天這個video呢 就記得 thumbs up for this video 還有subscribe to我的channel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就會下一個video 再跟大家見啦 拜拜 然後我現在又收拾了下一盒